新竹爆出一个史上最大的房地产诈骗 中人就透过他自己的关系 拿到了非常多保留户别的红单 加价购 甚至乌多卖工程师 托那个中人去买房子 可是最后房子没有拿到 反而钱被拿走了 千万不要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严肃的主题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怎么样 避免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遇到诈骗 那其实这个题目呢 我考虑了很久才做 因为前阵子还发生一个新闻 就是在新竹爆出一个史上最大的房地产诈骗案 新竹经报有中间人预售诈骗案 竹科工程师因为买房 超过十多人受害 到一门知名房产专家陆大 随随便便都是两三百万起跳 单一金额高达一千多万 加起来被骗超过四千万元 那这个新闻又涉及到了房地产的一些资深前辈 像是陆大还有他的徒弟 所以身边的人就有劝我说 好像不要碰这一题比较好 避免有一些无名火烧到自己这边来 但是我就觉得创频道当初的想法就是希望降低 各位在买房子的时候遇到的资讯不对等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事件整理了一下 然后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 那我想这个背景呢应用在未来 只要是这种状况之下 都有可能会酝酿出这种诈骗事件 就请大家特别留意 那大家都知道嘛 在这几年新竹的房市其实一直都蛮热的 甚至我们有看过前阵子还有租贝的房价 单品来到七十几万 新竹的接待中心 大家漏夜排队就为了进去赏屋 那像这种好健案一屋难求的状况啊 就让新竹出现了一些很特殊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进接待中心看房子的话 你还必须要额外花钱给这些中人 然后让他们透过关系把你带进去赏屋 我要帮观众问一下什么是中人啊 你可以把中人理解成 没有牌的仲介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做一个媒合的动作 就是帮你牵线进这个暗场看房子 所以中人在这个故事里面 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再来第二个现象就是 在新竹呢 转红单换约的市场是非常活络的 那我想第一个现象就是 你要加价才可以进借待中心这件事 非常好理解 就有点像黄牛票嘛 你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你才可以进去看房子 说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同行在 看这个新竹房市的新闻的时候 我们还真的以为是买新闻在炒作 因为就觉得 房子真的有那么好卖吗 但是没想到还真的都是事实 就是新竹房市在当时就是这么的热 第二个转红单换约这件事就是本集的重点啦 就是这些中人呢他们会透过关系 先拿到一些保留的户别 再把这些户别的红单或者是合约书 加价卖给消费者 就是反正中人就透过他自己的关系 拿到了非常非常多保留户别的红单 这些红单其实就是未来这个预售屋的 购买权利 那他就会把这些购买权利呢 当成是像门票一样的方式去贩售 然后这些消费者呢就加价够这样子 说真的在过去都一直是 台面下的这种事情 大家都好像你知道我知道不讲而已 就是都有这种事情出现 但是这一次的诈骗案呢 为什么会被爆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转红单 甚至转约的人呢 不只是一个人 好我这样讲就是所谓的一屋多卖 什么叫一屋多卖呢 通常一张单他就是对一户嘛 例如说A53楼这样子 但是他们这些不法中人呢 他就把一张红单或是同一本合约 拿去卖给甲南 町南 町南 那这三个人他们都以为 他们付了钱买了这个合约 就是买了这个预售屋 但其实呢 这个屋子甚至有可能 中人手上是没有这个购书的 他们在进行他们所谓的换约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给白花花的现金给这些中人哦 就是包含签订款 十万 十万这样付 然后再加上工程款啊 还有加价转卖中间那个假差 他也要一并付给中人 所以说这些现金一旦付出去之后 因为盖个预售屋至少都要两三年 预售屋快盖好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那交屋的时候怎么办 不怎么办啊 反正就是这些现金拿都拿了 我全部一卷有一卷包带走了嘛 毕竟这些钱都是直接现金交给人家的 你想要再找回来 其实机会也非常的渺茫 那这就是这个诈骗事件故事的纲要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哦 就是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新竹也待过一段时间 那当时的男朋友呢 也非常想要买房子 然后我必须说 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但是那个时候就想要买房子 感觉很像是某种跟流行的感觉 身边人全部都在买房子 所有的工程师朋友 所有的同事都在讨论房子 你就会觉得 好像我现在不上车不行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有跟他一起看了非常多的房子 然后甚至我记得那时候 还常常会有上班的时候 他有讯息传给我说 你要不要去预约某某的接待中心啊 我晚上可以去看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打到接待中心里面去 他们的小姐都还会跟我说 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看两房的话 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了 我们现在只剩某某户别 就是我今天要看房子 我还只能看某某户别而已 你就知道那个房子热销的情况 有多夸张 这还是好一点的 或者是直接告诉你说 没有了 我们的预约全满了 那不然你接下来就是要等候补 买房子我要等候补 比餐厅还难 预约全满了 没了就是没了 甚至啊就是我上网去订预约上屋 这样子 这些都是肉包子搭购 有去无回啦 就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回应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房子看不到 我们当时就是也是买了 预售屋的合约转让 当时我们也是跟一个 类似仲介的角色 加了一笔钱去买这个合约 当时的我们是没有被诈骗的嘛 毕竟我们是真的有拿到那个合约 然后后来也顺利的住进去了 但是呢这个诈骗事件就是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房子 或者是有这个房子 但是卖给了非常多人 中人这个现象在新竹的房子 算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很多消费者的确也透过 中人拿到了真的红单 他也真的是拿到这个合约 但是我们在讲例子期 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这次诈骗案的核心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只是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 不是说这个现象 其实所有的中人都是诈骗这样子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次被诈骗的人 大部分都是新竹的工程师 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长 虽然他们领的薪水也很高 可是他们工作都是排班 然后常常都需要加班 加到晚上 他们不像一般的上班族 可以周末去约赏务中期看房子 那加上他们也有那个购物需求 毕竟赚钱 然后赚钱就是买房子 他们钱要往房市放 可是他们又没有时间去看房子 甚至做功课 就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有人帮他做好功课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还有印象 就是我也被加到非常多的 这种地方房地产群組里面 他们那个群組都很大 一个都是2000多这样子的人数 然后一天只要没有看讯息 就是999家 那不是死的群組 那里面就是一直在讨论各个建案 讨论各个区域的房价 我可以理解 在那个时候 就会营造出一种氛围 就是要上升要快 要排名比较强 再加上呢 其实工程师他的圈子也蛮小的 信任的结构也非常的强 就是这种学长带学弟 学弟在带学学弟 这种感觉 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他就说他认识一个中人 那个中人很厉害 因为他手上有非常多的货源 预售屋的货源 那只要透过他的话 都可以买到理想的房子 而且加的钱不多 所以这个学长呢 他就真的有透过这个中人 买过几次房子 甚至也从中获利了嘛 但是 他的学弟就是遭殃的一个 学弟也因为这个学长讲了 他就相信 事实上也没什么好不相信的嘛 因为学长真的有拿到房子 然后也赚了钱 这学弟也托了那个中人去买房子 可是最后房子没有拿到房的钱 被拿走了 那所以你会发现啊 所有杀品其实都很像 都是透过信任啊 然后扣耳相传啊 像这种很频繁换约这件事情啊 不是政府一直在说 他们是明令不能够换约的 因为平均地权条例的关系嘛 那为什么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 刚好呢 因为我在不管是IG啊 或者是Shores里面的 我都有在讲换约这件事 然后网友都有留言说 不是说不能换约了吗 为什么还要做这一题 那我想要跟大家 厘清一个观念就是 这个平均地权修正案呢 里面的条例是说 7月1号以后签的约才不可以被换 也就是说 只要是7月1号以前签的预售屋合约书 那都是可以换约转卖的 那所以现在呢 如果你上591或者是真的有一些 所谓的仲介或者中人 要卖给你其他人的预售屋合约书 只要他的合约是签在 今年的7月1号以前 都是可以的 因为不硕及既往 所以我才会说 要到完全没有7月1号以前签的合约书 应该还要个几年 那这几年内呢 这种诈骗行为还是可能会出现 那就请大家预防一下 那因为未来大概两到三年 都还会有这种合约 在市场上面存在其交易吗 那安娜可以教大家 要怎么样去避免 成为这一类诈骗的受害者呢 底下有三点 就是请大家 第一个就是 任何的换约 都要在接待中心 或者是建设公司里面进行 在这些 绝对是他们公开 正常的管道的地方 去进行换约 会比较有保障 千万不要私下的在某个 例如星巴克啦 路易莎那种地方进行换约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我过去就是在路易莎换约的 当然那时候我没有发生任何事 但是毕竟都是比较没有保障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要在所谓中人或中介释出说 我有这一户屋行 你对这个有兴趣的时候 你要打电话到代销公司 去确认说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承接这个转约 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有被卖掉 说不定还在代销那边 第三个就是签约款项 直接汇入履约保证的信托账户 绝对不要直接汇到建设公司 甚至连建设公司的账户都不能直接汇过去 因为你很难保证他们会被拿去作为其他用途 或者是私人账户也不行啦 还有现金支付也不行 这样的话钱拿走就是追不回来了 第三点想特别厘清一下 因为你有些钱已经是给钱污足或中人 因为他也是买到一半 你怎么要确保你付这个钱是真正付给合约拥有人 你要怎么样确保这个钱真的是 你给了之后就一定可以拿到你那个屋子的 宏单权或者是换约权 当然最最麻烦的做法就是 你们先去做一个纽约保证 你们开一个户头 然后那个户头是一个所谓第三方户头 你两个都不能动 直到你跟建设公司确认了 跟各方确认了 你这个合约书真的是属于你 你就是拥有这个预售屋未来的产权的时候 然后才可以动这笔钱 他才可以把这笔钱拿走 可是其实说真的 实务上很少人会这么做 因为蛮麻烦的 刚刚还有讲到说 不要私下在其他场所嘛 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呢 也是有部分的受害者是说 他们是被带到了合法的房屋仲介店的旁边的麦当劳 进行签约的 他们也以为他们是在跟这个 仲介公司的人签约 但其实不是 这个仲介公司就有点像白手套这样子 其实呢在做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也尝试联系了蛮多受害者的 然后也希望他们看可不可以 分享一下他们的状况 可是就比较可惜 因为毕竟他们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讲的事情 或者是他们会觉得比较 没那么光彩 那其实我当然绝对可以感同身受 大家在赚钱的时候呢 都希望自己是最聪明的 大家都觉得我用这个方式赚钱 或是配置资产是最聪明的 可是没想到最后呢 是一场空的时候 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傻 所以这种诈骗的东西 就会这样子非常猖狂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讲的 这个诈骗事件的爆料呢 好像是来自于陆大 不论它的爆料是不是真的 那都不会改变 就是有人的钱 已经被骗走的这个事实嘛 这个诈骗事件呢 其实目前还在司法程序中 然后也还没有判决下来 就希望说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论是各种方面的诈骗 什么虚拟币也好 基金也好 或是房地产也好 提高警觉跟我一样 避免再次受骗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